時間到了,所以我們大概就稍微run一下 後面的話,402的話是市場成交行情的這個折線圖 其實跟剛剛那一題也蠻像的 上面的元素該有都有 只是說,上面還好它就避開那個中文的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它題目裡面沒有中文的名稱 不然的話,它怎麼辦? 它可能要考你會不會把字型變換成中文的 它很麻煩,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今天還是要避開 當然它會有個CSV檔 你在雲端上可以找到 一樣把那個檔案讀進來 然後放到哪裡呢?放到串列裡面 然後把它這個圖給秀出來 相關的對照,我有把這個 比如說哪一個是哪一個 其實如果剛剛你有用過那一題 應該大概就知道 底下的話就是那個圖裡放的位置 其實有好多個位置可以變動參數 其他的話還有這個長條圖的 403,長條圖跟圓柄圖 其實剛剛也有做過 其實也類似 所以其實回去的話 可以稍微做做看 如果說你大概看完 我是覺得這個題目並不困難 主要是什麼?它可以放兩個 如果要放兩個,放在左右 OK,那怎麼做?第一個你先放 做出什麼?長條圖 再做出圓柄圖 然後把它兩個放在一起 最關鍵的地方應該是 就是這邊底下有個什麼? 所謂的那個叫 sub subpride的這個方法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 subpride的話就是 這邊是什麼?subpride是1,2,1,1 這邊是1,2,2 主要是後面這個參數 1,2,有沒有?一個左一個右 未來如果說你要一個左一個右 一個上一個下的話也可以 甚至你可以放很多個 subpride可以放非常多個 有點像那個什麼 Power BI的做法 你可以做好多個 OK,那所以細節部分 請各位自己try一下 應該沒有,反正這程式碼都有 你們可以直接貼上 自己再把它run一下 另外的話這邊是長條圖 這個剛剛有做過類似的 最後的話還有一個什麼? 直方圖跟散步圖 那你會發現這個最大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它是放在 等於是切成四塊 但是它這個圖是放在什麼? 左上 那這個圖的話 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右邊兩個區塊 有沒有?有點像儀錶 放得不整齊 所以呢,怎麼做? 其實主要也是什麼? 用那個所謂的 subpride這個 那你會發現它的數字一定什麼? 1,有沒有? 這邊21 那是2 那這個12 也就左右 但是還有上下的關係 可能要注意一下 subpride它可以畫出第一個指圖 第二個指圖 那怎麼放? 其實可以參考一下 最後其實一樣可以把它存檔 所以儀錶板有沒有? 也可以類似像powerBI 也可以輸出 就是說它輸出的話 會是一個圖 而將來跟powerBI有點不太一樣 反正你將來這個圖要放哪裡? H可以自行再試試看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有些地方想講 但是沒有太多時間 那有些部分的話 我就把它補充在雲端上面 所以細節部分 假設我沒有講到的話 那也許請各位自行再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部分 像 像什麼 自動執行部分 這第十個單位我沒講到 那怎麼樣讓那個 python可以自動執行 不過最後我用了一個方法是什麼? 用vba去呼叫 我發現這個方法應該是目前想到最簡單的 而且 最沒問題的 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你要用 vba去執行 python呢? 因為 python要自動執行 需要用到windows裡面 執行 非常難用 但是呢 vba本身有一個方法 叫做on-time方法 就是它直接什麼? 時間到可以執行 那我可以什麼? 透過它去 直接去執行python就好了 另外的話呢 還可以一段時間執行一次 所以這邊有相關說明 各位可以 自行再稍微看一下 本來是用python 不過我覺得 python實在太難用了 所以後來我就想到 用什麼? 用vba去執行 單次執行 不斷執行 也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混搭的 因為主要是結長補短 python這部分是比較弱的 那我們可以用比較強的 如果你在windows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讓它不斷去執行 其他沒有講過 還像什麼? 用什麼? 打包層次 因為你這樣要執行 它是個.py檔 必須要透過python去執行 可是問題你要給別人的話 別人如果沒有安裝python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打包 打包就給他 他可以把它做出類似這樣一個執行檔的東西 然後對方打開 就可以把這個程式拿來run 大概其他大概這樣子 時間過得非快了 所以其他的部分的話 大概師父領進門 修行可能在個人 不過看起來大家其實都還蠻積極的 那戲 大家如果將來 假設你如果有去考證照 或者是你有通過 或者你有什麼 做出什麼樣的 你的目標達成的話 也許當然不是成績問題 你如果想要跟我分享的話 當然也歡迎 你將來可以再把你的什麼東西 也許E-mail跟我分享 當然我也很開心 因為畢竟看到大家的成長 當然就感覺 也沒有枉費說這段時間 其實我還蠻盡可能的 就是說 當然不至於到掏心掏肺 但是至少 竭盡所能的 盡可能的 我應該沒有什麼常識的問題吧 而且我也沒有說 盡量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 應該也就竭盡所能的回答 當然我不敢說我自己 就是什麼都懂 但是至少 只要你們有問題 我盡量還是 如果我不懂的 我就跟你講說我不懂 但是如果我不懂了 沒關係 我可以去幫你查 幫你找到答案 那那個 Python 有辦法寫壞了回圈 然後再給他用EXE 然後他也這樣 壞了回圈 然後用EXE 就是 就是再把它 造成那個 進式 然後再那個 那有點像就是 地毀的概念 對 有辦法可行嗎 還是要試試看 可以試 但問題是比較少這樣 因為這樣會很危險 畫出電腦的盪標 對於有可能這種情況發生 對 我想說 如果說讓他每個時間去 抓紙 去抓資料的話 我覺得是 也是可行 至於說 怎麼做 有時候是自己要try出來 所以有些方案 有些答案 都是自己在 花一點時間 把它try出來的 OK 可以啊 可以去狀狀看 OK